大家好,我是古月 吃了30年的苦瓜 我才知道 炒苦瓜先不要放油 炒出来会这么好吃 乡下老奶奶做的小炒苦瓜 它不炒水也不腌制 加入两样特殊的配料 炒出来的苦瓜不仅没有苦味 而且脆爽入味 非常的好下放 接下来我将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苦瓜用淡盐水清洗干净之后 再将头尾切去一点不要 然后从中间给它切开 切开后再将苦瓜里的内磅给它挖掉 这样用手指给它挖 很难将它挖干净 我们可以用个小勺子 这样就可以将它挖得很干净 里面的这层白膜 是苦味的主要来源 只有给它清理干净 才能减少苦味 全部处理干净内磅后 再来改刀 将它切成薄一点的片 稍微可以给它切薄一点 这样更快成熟 也更方便入味 全部切好之后 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就是要准备一把这样的泡辣椒 它独特的酸辣口感和苦瓜搭配一起 可以更好的刺激味蕾 中和苦瓜的苦味 而且开胃好下放 将泡辣椒满整齐后 切成小段 切好装入碗中 再准备几个小米辣 将它切成小圈 加入小米辣 既可以提升辣味 也可以丰富颜色 不吃辣的朋友 可以不用饭 切好装入碗中 再准备几个蒜子 将它切成薄片 切好装入碗中 接着再准备一小把的豆翅 用刀将它切碎 豆翅独特的香味 也可以中和苦瓜的苦味 将它切碎后 更容易散发出它的香味 切好也装入碗中 都准备好后 锅里面烧热 不用加油 倒入苦瓜后 再加入食盐 用中火给它煸炒 用这样干煸的方式 可以将苦瓜的水分 给它炒出来 加入食盐一起翻炒 能够将苦瓜的苦味 更好的释放 分解出来 一直这样不停地翻炒 将苦瓜炒软 炒至深绿色 这里一定要掌握好火候 要将苦瓜的水分 给它炒出来 没有炒干水分 苦瓜的苦味 就释放不出来 而且口感还会偏硬 一定要炒到锅边 有点粘锅 有点浇浮的状态 然后再盛出来 先装入盘子里面 炒锅要洗干净之后 再加入一坨猪油 用猪油炒出来 才会更香 猪油炒融化后 下入准备好的配料 再用中小火翻炒 将豆豉和泡辣椒的香味 给炒出来 这里要稍微久炒一下 将泡辣椒的汁水 要炒出来 炒香之后 再次倒入苦瓜 调味加入半勺白糖 中和苦味 来少许的生抽和蚝油 鸡精也来一丁点 然后快速地给它翻拌均匀 让苦瓜吸收泡辣椒的酸辣味 这里就不需要再加食盐 生抽和蚝油都有咸味 这里要用大火翻炒 炒出锅气 让锅里的食材味道能够相互融合 苦瓜下入锅中后 翻炒的时间也不易太长 不然苦瓜的颜色容易变黄 充分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出锅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 入味的小草苦瓜就做好了 苦瓜这样做 清脆爽口 没有一点苦味 做法也很简单 不腌制 不焯水 最大程度保留了苦瓜的营养 吃起来 开胃又下饭 夏天来临 我们要多吃点苦瓜 对身体有好处 喜欢这个做法 就舒散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呗 好了 今天的小草苦瓜 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古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